如今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提高 鲜花消费早已突破了固有的仪式感界限 成为了年轻人和女性的日常预计方式 一份情人节前期的鲜花消费大数据也显示了 有超七成的八零后选择买花送给自己 而有六成情人节鲜花被女生买走了 母女之间实行了赠花 情人节快要变成了母亲节 相比去年的情人节与春节高度撞车 今年的情人节可谓是刚刚好 在春节花式订单与消费者一路高歌猛进之后 紧随着情人节档期夜乐得花枝乱颤 淘宝情人节鲜花消费大数据就显示 今年消费订单猛增69% 其中玫瑰订单大涨220% 郁金香等高端花品意外插出销量高攀130% 成为年轻人最时髦花品选择 从时间上来看 情人节消费已经提前到四五天开始 其中一线城市消费鲜花占比25% 二线城市则占比32% 阿拉上海和北京深圳牢牢占据前三 而有趣的是 今年女性在情人节这样的南进舞台上 居然一举抢占C位 数据显示 2017年情人节鲜花消费中70%为南进 而今年2月刚刚开启 情人节鲜花消费群中就有60%的女性 没有恋人自己也能过节 女性月季文化正在日渐昌盛 难怪有网友评论 如今不是男性不浪漫 而是女性敢独立 女性不仅喜欢买花月季 还把情人节过出了母亲节味道 有舵首党表示 50后60后的妈妈们也要节呀 今年情人节前期就有近40%女性消费者 选择购买鲜花送母亲 时时在在把情人节过出了母亲节的味道来 睡觉 感谢观看